大家好 我是大康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有名的故事 那就是齐奥赛斯库之死 说到这个故事的大致梗概很多人都很清楚 但里边发生的一些具体细节可能就不知道了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详细的讲讲 在齐奥赛斯库生命的最后一天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 今天的素材是我们的一位观众朋友提供的 和以往一样 为了保证安全 在这我就不提他的名字了 在这先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而且为了听起来方便 我把一些特别长的地名和人名也进行了简化 故事开始 1989年末 齐奥赛斯库从伊朗访问归来 结果他发现罗马尼亚西北部蒂米索拉的叛乱 非但没有解决 反而还闹大了 并且一发不可收拾 逐步在向全国蔓延 具有雄变的演讲能力 曾经在规模宏大的群众大会上一呼百应的齐奥赛斯库 就想再次发挥他这个演讲的威力 12月21日中午12点 齐奥赛斯库就在党中央广场 召开了一个大规模的群众大会 当时电视向全国现场直播 延东的12月天色是灰暗阴沉 有10万人应招前来参加这个大会 齐奥赛斯库和他的夫人埃列纳出现在了党中央大厦的阳台上 当时他情绪激动的说 要坚决打退外国的干涉和地米索拉流氓集团的动乱 他不时提高自己的声调挥舞着手臂来标示这个讲话的高潮 结果突然间就像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的啊 广场里的某个角落就突然喊出了一句 打倒齐奥赛斯库 这个口号声就像闪电一样划过了寂静的夜空 当时就有这个效果 人们震惊了 齐奥赛斯库刚刚举起的这个右手就是这个姿势 在空中就停住了 电视转播是急忙中断把镜头转向了旁边的大楼 就留下了齐奥赛斯库举起右手的这个定格的画面 当时背景声还没有完全切断 里边一直在喊同志们请安静 同志们保持安静 一直在喊着这句话 一会儿呢电视转播又恢复了 齐奥赛斯库以提高人们的工资福利 结束了自己的讲话 可是到这儿那个地米索拉地米索拉的呼声 和那个打倒杀人犯的口号声和嘈杂声就交汇成了一片 再也无法阻止了 头戴钢盔的武装警察就包围了四周的街道 军官向群众喊话 命令他们散去 国防部长米雷亚是亲自指挥 当时下令不许向人群开枪 但是 市长丁卡 亲自跑到前线来传达最高统帅的命令 说可以开枪 朝天开枪 要先警告如果不成那就朝腿部开枪 结果那位不愿意向群众开枪的米列亚 在上下一起施压的压力下他就自杀了 齐奥赛斯库呢 谴责他是叛徒 并且当天广播公布了他 畏罪自杀的消息 结果这个就导致军心震撼 国防部第1副部长斯登古雷斯库上将 就没有按照齐奥赛斯库的旨意 去阻拦群众来维持秩序 反而他就壮起胆来 直接背叛了他 他偷偷下令军队撤回到军营 这可给了齐奥赛斯库 致命的一击 那示威群众的情绪没人管了 那是更加的激昂 这口号声歌声响彻云霄 一起向党中央大厦冲去 终于齐奥赛斯库夫妇和那些中央的要员们抵挡不住了 他们就撤离了党中央大厦 12月22日的中午 一架超载的海豚型直升飞机 从大厦的阳台上起飞 飞向斯纳果夫别墅 飞机上除了齐奥赛斯库夫妇 还有总理曼内斯库 中央常设主席团的委员伯布 所谓中共的那个政治局常委 另外还有秘密警察头的尼亚果一将军 等等 飞机先在斯纳果夫 坐了停留 那个曼内斯库和伯布 就从这就下了飞机 22号的凌晨 直升飞机就降落在了 伯特尼 布加勒斯特医生德卡 驾驶的一辆达奇亚牌汽车 行驶在通向伯特尼机场的 一条破旧的公路上 有一位身穿着灰色衣裳的高个子男人 手里拿着爆化机 站在汽车的正前方拦住了汽车 这是埃列纳的警卫安全官员马里安 马里安就只给德卡看 原来齐奥赛斯库一行人正站在一架直升机的旁边 尼亚果一就是那个秘密警察头子对德卡说 把车钥匙给我 德卡不肯给不我来驾驶 不给 到这时呢齐奥赛斯库就上了车就坐在了司机旁边的座位上 埃列纳和尼亚果一坐在了后座 马里安这时就没再上车 在路上的齐奥赛斯库对德卡说发生政变了 我们去组织抵抗 你愿意跟我们去吗 这时那尼亚果一的枪正在后边 顶着德卡的后脑勺 德卡那就说我老了 而且又有病 我只是一名医生 我还有三个孩子 到了一个路口 尼亚果一就命令德卡说 向右拐 朝特尔格维斯蒂方向走 到了这时 全国各地通过电视广播 在刚刚成立的政权机构救国阵线的指挥之下 已经形成了一个抓捕齐奥赛斯库的天罗帝王 运载着齐奥赛斯库夫妇的车来到了福格雷斯地 到这么一个乡的时候 这车子就抛锚了 在一家居民的门前 当时有一位公民正在洗车 他的名字叫尼尔 他的车呢是一辆黑色的达奇亚牌汽车 牌照是 2-db-305 后来这辆车那可是出了大名的 这是上了纪录片的 上了文献史料的 后来电视上宣布到处追捕挂着这个牌照的这辆车 当时呢齐奥赛斯库一行人就从德卡的车换到了尼尔的车 他们继续往前走 到了特尔格维斯蒂 这里边大批的人正在准备一个反齐奥赛斯库的游行 当时列队在街上他们正在向皇宫走去 这尼亚古一一看这动静当时就说停车 我去给第一书记格佛内斯库打个电话 说着他就下车去了 到了这时齐奥赛斯库就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无依无靠 被抛弃的顾家寡人 尼亚古一显然也是离开他们另去找门路去了 车子来到了乌尔米乡 这尼尔也不知道再往哪走了 他就问已经走投无路的逃亡者齐奥赛斯库 说你们到底怎么办呀 我要把你们带到哪去呢 这时也只能乱闯的齐奥赛斯库对尼尔就说 说往特尔格维斯蒂方向走 说那里有一个医药作物种植场 他说的呢其实是一个限职务保护监察局 这尼尔就按照齐奥赛斯库的意思 把汽车就开到了一个离钢采场500米远的这么一个监察局 到了这齐奥赛斯库和埃列纳就下了车 到这时候人们当时都围在电视机前 刚刚知道齐奥赛斯库夫妇已经逃到了他们这个县 结果一转头发现齐奥赛斯库就突然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当时人们几乎都惊呆了 走进了监察局的大楼 齐奥赛斯库就找局长 你们局长在哪呢 这监察局的总工程师说去打电话我去找局长 实际上他是报告了县警察局 之后呢两位县交通警官 趁着黑夜把齐奥赛斯库夫妇就带到了警察局 然后就移交给了对门的一个军事单位 实际上此时这二位就已经被逮捕了 一起参与反对齐奥赛斯库的 有后来担任了总统的伊利耶斯库和担任总理的罗曼 还有之前的第一副总理弗伊坎等人 齐奥赛斯库夫妇被捕之后为了尽快终止流血冲突 伊利耶斯库就根据弗伊坎的一个建议 授权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斯登古雷斯库成立一个特别的军事法庭 按着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紧急程序 对齐奥赛斯库夫妇进行紧急的审判 到了25日的中午 斯登古雷斯库就抵达了特尔格维斯蒂一个空军中队的军营 他当时部署了空降兵这都他带来了 忠心坑坑 把守在空军中队司令部各个关键部门 并命令把驻军司令部改装为一个临时的审判厅 把其中的一间办公室布置为医疗室 司令部的院子里呢当时就停着这么一辆装甲车 这个纪录片里是有的 齐奥赛斯库夫妇就是在这辆车里边过的夜 这时呢打开了车门 齐奥赛斯库走出装甲车 那个苍白憔悴的脸上胡子拉叉 还显出一股怒气 凹陷的双甲爬满了皱纹的前额和手上 闪现出那种点点快快绿色的老年般 这个人到这时候大家才看 这个人都这么大岁数 他把那个直筒的皮帽啊 当时呢摘下来拿到手上还整理了一下头发 再把这帽子重新戴在头上 接着呢他的太太埃列纳也跟着走下了车 那也是一脸的怒气 好像在说你们这帮人怎么能这样 站在车门前的约内尔大卫 对齐奥赛斯库说 请随我来 约内尔呢想上前搀扶齐奥赛斯库 可是被他给拒绝了 走进了司令部的门厅 斯登古雷斯库就迎候在那里 当时讲 请 请去做身体检查 约内尔就把齐奥赛斯库带进了医务室 当时医生量完了血压 讲 血压是100到107 齐奥赛斯库听了以后就说 不 这不好 检查完身体之后约内尔就把他们先后带到了审判厅 审判就开始了 除了从布加勒斯特请来的两位军事法官 又从当地部队的军官中挑选了三名陪审员 弗伊坎作为列席旁听者坐在边上 齐奥赛斯库就开始了同审判法官的一场舍战 波巴审判长说 你现在是在人民法庭面前 齐奥赛斯库说 除了大国民议会我不承认任何的法庭 审判长讲大国民议会已经被解散了 现在已经是新的政权机构了 我们是按照救国阵线通过的新的法律对你进行审判的 请你起立 罪犯 齐奥赛斯库说 您读一读国家的宪法 审判长说我们读过了 用不着你来指示我们读国家的宪法 我们比你更了解宪法 你没有遵守他 齐奥赛斯库说我不会回答任何的问题 眼看着齐奥赛斯库不吃硬的这一套 旁边的斯登古雷斯库就找来他的辩护律师 赶快使用软的一套 让他劝劝齐奥赛斯库 当时他说 审判长先生 请允许我们 同两位罪犯来讨论一下 审判长讲给你两分钟 于是辩护律师就说谢谢 齐奥赛斯库先生 这是您解释您的所作所为的最后的机会 这是一个合法的法庭 您提到的那个机构已经被人民的行动和意志给解散了 现在请您站起来 因为这是一个合法的法庭 不管您是怎么想的 但齐奥赛斯库说不 我不承认这个法庭 审判长这时候也不管他了 当时讲请检察院的代表发言进行起诉 起诉人这时候站起来讲 我们面前的齐奥赛斯库尼古拉和齐奥赛斯库埃雷纳两名罪犯 对罗马尼亚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等等等等 他们砖断的罪恶的摧残了罗马尼亚人民 由于他们犯下了以下刑事罪行 我们以罗马尼亚人民的名义 要求对他们判处死刑 这里边有屠杀人类罪 根据刑法357条第1款第3点 另外还有破坏国家政权罪 根据刑法第162条 还有破坏国家经济罪等等等等 等检察官宣布完了起诉书 审判长讲 你听到了吗 齐奥赛斯库罪犯 齐奥赛斯库说 我只在大国民议会面前回答问题 我不承认你们这个法庭 我要说的就是这一切都是彻头彻尾伪造的 除了大国民议会 我不会再回答任何一个字 审判长这时候对旁边的书记官讲 请记下 我不承认对我的指责 这就是齐奥赛斯库说的原话 齐奥赛斯库在旁边讲 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去 反正我们是不会签名的 审判长讲 我们国家所处的悲惨状况 不仅在场的人了解 我们国家到12月22日为止 一直当牛做马的每个人都了解 由于你的命令导致药品匮乏 人们孩子们在医院里没有药品而死去 没有食物 没有暖气 没有电灯 你没有想到过这个吗 没有 现在我要和罪犯齐奥赛斯库讨论一下 那是谁下命令屠杀 地米索拉的民众的呢 齐奥赛斯库回答说 我不回答 审判长讲 在布加勒斯特 是谁下命令枪杀民众 枪杀青年的呢 旁边的埃雷娜当时愤怒的讲 什么青年 哪个青年 齐奥赛斯库急忙做首饰 要埃雷娜不要说话 审判长这时讲你知道你已经从原来的职位上被撤职了吗 齐奥赛斯库说 我是罗马尼亚总统和军队的最高统帅 检察官讲 让齐奥赛斯库说说他在瑞士的存款 这时旁边的埃雷娜又沉不住气了 什么存款呀 你的证据呢 当时他激烈的拍那个桌子 证据证据 审判长说会有证据的 齐奥赛斯库说你这是十足的挑衅 埃雷娜在旁边帮枪 这是多么卑鄙的捏造 这时旁边的辩护律师也问他们 你为什么没有留在伊朗 他们可能为你提供政治避难 齐奥赛斯库当时轻蔑的笑着说 你们去这么想吧 至于我当时做那种悲壮的状态 就把我埋在这吧 埋在我出生的地方 那检察官又问 那你为什么要胆小鬼似的从党中央逃跑呢 齐奥赛斯库当时愤怒的说我没有这样的念头 是你们把我拉出党中央的 我是要向人民说话的 是你们把直升飞机给掉来的 不是我 审判长这时讲 罪犯齐奥赛斯库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齐奥赛斯库说我不是罪犯 我是罗马尼西亚总统 最高统帅 以后也是 我会在大国民议会和工人阶级的代表面前回答问题的 这里的一切都是政变制造者捏造的谎言 他们要把人民拖向毁灭罗马尼亚的独立 审判长到这儿为止 法庭休会进行 最后的审议 等过了一会儿 审判长回来以后站起来宣判 本法庭 以法律和人民的名义 经过秘密协商 一致判决罪犯齐奥赛斯库尼古拉 和齐奥赛斯库埃列纳死刑 并剥夺全部财产 控诉书上罗列了他们所有的罪行 分别是 第一 大量屠杀人民 牺牲者超过了6万名 第二 利用秘密警察来对付人民和国家 损害了国家的力量 第三在各个城市制造爆炸事件 破坏建筑屋和公共财产 第四把国家的经济搞得一团糟 第五在国外银行存款超过了10亿美元 并企图利用这笔存款外逃 听到了这个宣判 齐奥赛斯库夫妇愤怒的站立了起来 那个埃列纳把一个纸包往桌子上一摔 那里边那是他的一大堆真药的瓶子 那应该就是他的一个急救包 当时呢他大声的斥责说 那你们还搞这么多名堂干什么呢 旁边的齐奥赛斯库也愤慨的说 你们搞这一套审判的骗人把戏干什么呢 你们早该把我们枪毙了 进行政变的人你们可以任意枪杀任何人 那边审判长宣布审判结束 法庭退席 齐奥赛斯库这时就大声喊道 罗马尼亚将永远永远的生存下去 无论叛徒 说到这又改了 罗马尼亚万岁 自由罗马尼亚万岁 打倒叛徒 这时呢法官 陆续的退出而这边激愤不已的齐奥赛斯库继续说 这是多大的不公啊 他当时以他终身崇拜的一个师圣 叫科什布克用他的诗句是脱口而说 我宁愿雄狮般的战死疆场 也绝不做套着锁链的奴隶 旁边的埃雷娜也恨恨的说 竟然还都是我们身边的人 叛徒就来自于我们的身边 齐奥赛斯库呢旁边也痛楚的说 叛徒就在我们身边 就是这样 突然 旁边就想起了斯登古雷斯库坚决的命令声 把他们都绑起来 先绑他 再绑他 把他们推出去 推到墙那边去 那就是先绑老齐 再绑他太太 这时候呢三个卫兵上来试图把他们给分开 埃雷娜呢这时候就喊叫道不 我们要战斗在一起 我们要死 在一起 斯登古雷斯库一看这种情况 得了 同意让他们一起去赴死 当时讲吧 好吧 这就算是他们 最后的意愿吧 到这时就上演了在纪录片画面中的 很多人都看到过的那一幕 这三名士兵呢上前就来捆绑二人 齐奥塞塞库那边呢很快就被绑好了 埃雷娜呢则一直奋力的在挣扎 同时吼叫 你们怎么能这么做 我是你们的母亲呢 这时有一个高个的士兵愤怒的回吼 你不是我们的母亲 你是杀害我母亲的凶手 这时呢有四名士兵两个人架着齐奥塞斯库另外两个人呢架着埃雷娜 这时候齐奥塞斯库就流下了眼泪 但随即立刻哼起了国际歌 就唱了一句起来饥寒交迫 还没唱完他又改主意了 他又喊起了口号 打倒叛徒 自由独立的社会主义罗马尼亚万岁 历史会惩罚你们的 这么一边喊着这两个人呢就被拖到了一堵墙旁 当这两个人呢还在向往后退的时候士兵就已经开始向他们设计 当时齐奥塞斯库呢好像是跳了一下 当然也许是一个条件反射 于是士兵就朝他的腿部开枪 而那边埃雷娜中弹了以后当时啊了一声 朝前就扑倒在地 士兵们继续向他们扫射 煞时间硝烟弥漫 他们身后的那个矮墙上是尘土飞扬 地上的鲜血不住的往外流淌 直到最后有个人出来说 可以停止射击了 于是呢就上来了一些人把他们的尸体用一个毯子盖上很快就给抬走了 到这儿呢一切就都结束了 以后呢有机会我会给大家讲讲罗马尼亚的重建 讲讲在这之后发生了一些事 讲讲齐奥塞斯库的三个孩子 后来的命运 另外我争取呢把这个搞成一个系列 把当时东欧巨变之后各国是如何开始新的生活的 那些共党分子当时是如何被对待的 特别是共党的那些大头目们 最后都是怎样的一些结局 我想这个对未来的中国是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的 到这儿故事结束 我们来评价几句 先说第一点 作为最后时刻的齐奥塞斯库 从我们切取的审判的片段上来看 应该说呢 不算丢人 因为现场的很多人都曾经是他的部下 甚至是他的亲信 平时呢他威风惯了 支持这帮人惯了 平时呢你们都拍着我哈着我顺着我 所以说到死的时候他还依然保持着一股霸气 可以说一点没怂 句句跟着怼句句跟着顶 就没有出现后来有些独裁者 被抓或者是临死之前 痛哭流涕苦苦哀求的那种 不堪的龌龊场面 应该说死还算是条汉子 当然说到这呢我也就想起了江青 说到江青受审的时候现在YouTube上都有啊 几乎呢和老齐有着非常类似同样的表现 我想在他们之间也有着这种类似的心理状态 以前你们都顺着我都怕我现在今天你们调过来敢审我 他那股劲还在 而且说到实际的观感 当时的这个法庭确实也是非常粗糙的 同时看审判江青的那个法庭也一样 那个过程呢 都禁不起退销 严格讲禁不起 时间的检验 你看江青当时在这说话啊后来审判台上坐着那帮老头一看 说不过他 赶快把那个压出去啊 实在是拿他没办法 所以说呢那个法庭准备的 也是非常 粗糙 说第二点 从那个老齐离开了那个党中央大厦坐直升飞机飞走 一直到最后被枪决 中间换了两辆车 整个这段过程那就是一个众叛亲离的过程 一个个他曾经身边的那些亲信都在找借口离开 到最后时刻是纷纷跳船 所以说看到伟大领袖身边的什么支江新军 什么习家军像这类的吧 基本那都是同样的情况 你看平时呢这帮人他拍着你哄着你顺着你 无非就是为了全力二字 哪有什么忠诚可言 到了最后时刻一个个跑的比兔子还快 所以说到老齐的这段经典的经历 这就是活生生的教材 说到第三点 在老齐的逃亡途中 遇到的百姓对他夫妇二人那也是如此的冷漠 当时的广播电视发布通缉令 全国都发动起了一个追捕二人的浪潮 哪怕是当时的既得利益阶层也没有人在这时候愿意为他们伸出援手 人们的只要看到他们那都会毫不犹豫的报警 说到为什么知道他们落到了那个线一路追踪这一路上都有人向警察报告 盯着那个当时那个车牌子尼尔的那个车牌子 所以说那你别看广场上人们的那个山呼海啸热泪盈眶 其实那都是表现 那都是表演 那里边没有真正的人心 没有真正的忠心 作为一个名字前面挂着32个头衔的伟大领袖 一旦离开了枪杆子刀把子笔杆子 赤条条站在民众面前 你试试 说到前一阵呢蓬佩奥叫板习近平 你敢来一场真正的选举吗 今天我也来挑战他 你要真是条汉子 真是你自己以为的那个伟大领袖 人们是那么的爱戴你 你敢一个人走到民众当中吗 你知道董卓当初是怎么死的吗 王莽当初是怎么死的吗 感兴趣的朋友大家自己查查也就知道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